三地区志成堂今年适逢建堂118周年 而近来更是接近堂中供奉关圣帝君的诞辰 今天上午为了要传承台湾的传统文化书法记忆 志成堂举办了建堂第一次的书法比赛 针对国中国小学生也因为地区不限制的关系 不少书法好手踊跃报名 最远的甚至来自嘉义的小朋友都有 可见对于书法记忆的传承 北中南的学子都相当具有热忱 我们志成堂到现在118周年 那么这一次是第一次的举办书法比赛 那也一方面公祝我们关圣地区圣诞千秋 所以今天来举办这个书役传乡的书法比赛 比赛的评审邀请到知名书法家谢若黄老师来担任 在宣布比赛开始之后 可以见到近90位的学生全神贯注手握着毛笔 一笔一画的在宣纸上写出自己选定的题目 而家长们更是相当支持孩子的比赛 期盼借由今天这个平台 让孩子展现平时久练的书法成果 我是从卢州来的 怎么会知道这个活动 就是我从这边经过的时候看到 来朋友接下来看到这个活动 小朋友平常就写书法 想说这个活动他或许可以参加 应该是会 因为今天看到这种大家热烈的回响 所以我们让我们有推动的原动力这样子 第一次举办的书法比赛 现场来自北中南的参赛者都有报名人数将近90位 如此的盛况志成堂也表示 活动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 为了要推广书法记忆 未来也将会考虑持续的办下去 要让更多的学童书法成果 透过这个平台来被看见 记者廖平函三支采访报道